战狼2热映一个多月后 现在热度终于是降下来了 可是他还是排在前几名 儿童时期上映的《建军大夜》和《三生三世》早就没了影子 战狼2的票房之高 无疑是对吴京最大的肯定 吴京也因为这部电影 甚至名声响制了国际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骄傲 战狼2拍摄前期 因为没有资金 很难进行 于是演员化了不少 这次票房那么好 吴京却退出一轮圈 打算好好准备战狼3 对于此剧 网友是支持的 很多人红了就膨胀了 吴京并没有这样 他想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战狼3 如今吴京已经说 战狼3电影剧本已经送审 可见那些不怕战狼3的消息是不存在的 而且据说 吴京这次会满足广大网友的要求 听朋友艳和段一红加入 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两人 真正的男子汉 但是网友也替张汉担心了起来 但觉得这部剧 可算是把张汉的名称洗白了 现在对他是赞赏有加 如果这两位有的加入 那张汉怎么办呢 有人说吴京对战狼3肯定要求更高了 就不会再找张汉了 其实吴京说 只找对的不找贵的 看来还得看剧本角色 适不适合呀